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 Unborn 改版 今次繼續旅程 上次說到來到新城鎮去挑戰草道館 但發現實力可能未夠資格去打這個道館 所以去了到處走 上次亦被大牙里的訓練家阻擋推石 今次我們又繼續升下這個線 因為原本我有一隻雷飛的雀 這隻跳舞的雀 所以我把牠多升一至兩 應該有一招空切的,因為我記得上次看過 所以我們就把牠升高一點 亦有觀眾留言告訴我 這個鐵啞鈴原本應該是很廢的 我看回的而且確 因為鐵啞鈴應該只懂得那招的射身狀 所以其實是相當之廢的 但相信也是因為作者看到牠那麼廢 所以就新增了一些技能給牠使用 讓牠看起來沒那麼廢的 OK 這裡我們用... 砰 嘩,又不中 我記得上次就是有一次不中 其實這裡的怪很厲害 現在每個人都有苛欠這些瘋的技能 我不是很想打這隻 還有為什麼我沒有雷技呢 這隻是真可憐的 我們要不要進這裡打 進這裡當然要用鐵啞鈴的降技去打 順便鐵啞鈴應該快進化 應該20L它會進化 對了 鐵啞鈴將會進化成金屬怪 沒錯,金屬怪出來了 confusion confusion就是念力 這個真的是鋼爪 各位 這個真的是鋼爪 至於這個呢 應該就不需要留 我猜是吧 對了,我們... 要不是要留不留呢 這招是發光 可以降低對手命中 其實我覺得發光有用 好啦,我們不要這招降技了 我不太知道這招降技和鋼爪的威力在哪裡 威力上的鋼爪一定會高一點 但會不會有剛才的招技會比這招降技更厲害呢 我就不知道 不管那麼多 現在我都已經剷掉他的招技了 咦? 他有這個等級限制 大家看不看到他的經驗值 竟然限死我一經驗 但不要緊,這些小問題 對於我這些神經八戰的訓練家 這些絕對不會難到我 嘩 一來麻痺我 現在我最需要就是把 那隻飛行系的鳥仔升一升 嘩 覺醒蟲 他竟然直接顯示了 這個真的夠強 這個系統 真的有夠強 降低命中 降低命中 兩個都是降低命中 我想我們放下這個招 用不了 有了 覺醒毒 覺醒毒可以打妖精和草 可以的 留一留 反正有一招都沒什麼用 對了 沒錯 就是空切 可以看到空切 這招就是叫聲 幫助手 我們不要叫叫聲 因為叫聲 可謂 匪技 既然學了這個飛行技 我們就決定打這個道館 因為上次打這個道館比較吃力 是因為我得金屬怪這個降技 打這些草其實都非常吃力 對 尤其是金屬怪也有些慢速 好 我們看看哪個 這個是什麼 我會不會輸給你 會不會輸給你 我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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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就是管主 OK 嗯 我為什麼還有一個人站在那裡,原來這個是管主 哇,糟糕,一定不夠打那麼高 我們先打死這個 這裡,嘩,這個怎麼玩 弄個妖精技給你看看 我用錯技吧 糟糕,應該有空切 對,應該有空切 Aer Cutter,Aer Cutter不是空切 Aer Cutter好像是旋風刀 好像是,我記得 兩邊一起打,嘩,超低攻 嘩,對面還會回血 他們那是什麼東西,雜巾嗎 打不打贏,做碎了粉 還會回血 蠻蠻水 MISS了,嘩,又放草場 嘩,超難打,第一個導管已經打不贏了 為什麼第一個已經是雙打 太難打了,雙打這樣 哪裡打得贏 一定要升一升,在這裡 在這裡升一升,可能好一點 OK,我都猜不到他竟然有這個等級限制這個系統玩法 不過不要緊,區區等級限制不會難到我 我相信 好 剛剛因為沒什麼準備,所以輸了給他 沒辦法 這次我們準備一點東西 對面一開始就是雙草系 我們打了一隻金屬掛 一會兒就用超能力打死左手面的臭花 之後呢,一個就用飛行技 一個就用超能力,一個就用超能力 咦,不對,其實我這裡應該用鋼爪打死右邊 嘩,沒有中到有一個 草場出來了 然後馬上用了這個吹粉 很糟糕 又有一個沒有中 OK,這個鋼爪,無敵 對面回血了,對面開始 對面開始又睡覺了 咦,先殺死一件 啊,行 呃,這個是 水之波動 留下水之波動 對面還有寵的,花鳥還不還 都是妖精系,我們先殺這隻先 不過都是 成了金屬怪 不過對面其實很硬正 對面的陣容 不太能打進去 對面 但是 只要 只要傷害夠高 都可以打死他們 雖然他們不斷回血 又有草場地 又回血 好煩啊 這個回血 又回血 還是應該先打死左手面 改變策略應該先打死左手面 嘩,對面馬上換寵 對面 即是換一隻獨角蟲出來 他很聰明 好,先打死左手面 嘩,沒中到 魔法炎 嘩,又沒中到 OK,中到了 這隻獨角蟲 還要打花鳥環環 還要打花鳥環環 可以 搞定一隻 花鳥環環 這個時候 鳥應該要換一換 因為快要死 一來二來 他就中了這個 荷獻 所以我們就換走 還放草場 好,搞定 因為剛才鋼爪加了攻 所以他一發秒殺他 OK 順利弄給管主 這個管主的確很難打 不過就 還好 嘩,拿一棵草 拿一棵草 他就說 30個精靈都可以聽你的指示 拿這個TM走 這個是草成傑 沒有什麼特別 草成傑 趕快走 不要理他 他就說周圍躲起來 哦,這是什麼人 他的反派角色 他在找人 啊 嗯? 然後又走了 他們 看來這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他們這個道館 有人追訴還是什麼 他說找這個人 然後 在這個D字的村莊 這個城鎮 找一個博士的朋友 至於博士的朋友 是不是在這邊 不是 不是 還是在上面 因為之前有人擋路 上面 開一開地圖看看 下面 應該不會是上面 因為上面 上面就不會落在下面 但是下面怎麼去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地方 來的 喂 嘩,做什麼 糟糕了 還沒回血去打 朋友 還有 嘩,幸好我這個 這個 飛行技打得很多 這個 羽毛沒有 抗低對手攻擊 那 其實可以扔走這招 這招 也有用 咦,不是啊 這招才是水之波動 好像 啊,剛才那招是炮 什麼 泡泡攻擊 還是泡沫 還是泡沫 對了 記錯了 好,繼續用這招 然後這裡就用 打這隻 嘩,超厲害 這隻也有 OK 叫用飛行技 這裡用 打這個 嘩,超厲害 完了 你可以 哎呀 竟然打死我 是不是 花一梯 花一梯就糟糕了 立即換一隻 奔香科導出來 然後用泡沫 這招是泡沫 不是水之波動 嘩 不要緊,我有很多隻 有很多 我有兩三隻水寵 你打死我第一隻 打不死我第二 也都 就算打死第二隻 也打死不到我第三隻 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捉三隻水寵 遲些可能會換走他 海兔 因為海兔 就 沒理由帶兩隻 攻擊力不夠 兩隻 這個普通屬性 沒問題 普通屬性 這隻很明顯被人打 小福蛋 小福蛋一個物理技 就可以打死他 這裡打大舌頭 OK,加攻擊力 死了 你可以 超容易打 比剛才那些還容易打 這個呢 水系 好 沒問題 水系 這個是單打 一時是雨 為什麼剛才那些是雙打 這個是單打呢 不加攻 不加攻 搞定 這個 哦 這個是一個對戰區 哦 這裡可以升級的 是嗎 這裡可以升級的 一個地方 原來是這樣 我以為這裡有什麼用 這裡 那OK 是不是裂上努力值 這個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 我先問一下他 Info 這裡可以自由地去 跟其他訓練家 去到對戰 你想的話 OK 你想跟他打的話 離開之後再回來就可以了 Enjoy your time 那這個呢 Change position 是什麼 Should I move 他說轉換位置 給他 那這隻3D龍呢 哦 gegeben 這這就是PC中心 OK 不知道 atrás的那個人在怎麼家 看看吧 城鎮這個這裡不是啊 這裡呢 是他們嗎 是你 這個應該應該不是吧 My name is 這個是 它說ar 他叫做這個精靈 在卡路斯地區 此外 叫做什麼 或者能 SPEAKER 嗯,不知道是什麼 給我個PACE GIF 他幫我的任務,他記錄了一些任務在我的機器上 總之就是解決任務的事情 是不是這個,好處是這個 哦,我們要找的任務就是這裡 OK 現在要聽歷史,不過我完全看不明白 總之就是講歷史時間 誒,有人進來了 我小朋友進來了 他還說要叫他做事 嘩,他就說帶了博士過來這裡 OK 直接用飛天帶了博士過來 OK 你究竟怎麼想的? 阿伯,他就跟A之後,你究竟做什麼 他就說怎麼帶我來這裡 他就說 好啦,他們已經在討論 上一次就有一次是 急凍鳥被那些壞人捉走了 所以他們要聊一聊一些歷史的事情 然後現在他們也有提到火鳥這個字 我看到 好,你完成了你的任務 我很肯定你媽媽也很想念你 不過呢 很快 很快 非常快 還有什麼說 誒 道館徽章 他就說 看到我的徽章 你這麼快就拿這個徽章 你看 我想展示了他有一個無限的可能 無限的力量 在這個訓練上 精靈的對戰上 好啦 還沒追蹤 他就說你應該跟著那個Jazz OK 嘩,我們要回去什麼 不是吧 Mega Battle 什麼 Save 哦,他就說跟那些反派打 然後拯救這個急動火鳥 他就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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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這裡 OK 那之後呢 就開通了這個蟲系的森林 那 就對了 這個飛人系精靈 非常合適 完全瞄準過這個 作為前期的訓練家 不是,作為前期的精靈 這隻飛人是簡直是完美 除了他不懂女系之外 暫時來說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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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遲些會適合 不過這些小問題 嘩 水蟲球 夜俘魯就不需要抓了 應該打死他 幹嘛走 嗯,搞一下天狗 搞一下天狗 都是 一般 萬聖燈籠 都是一般 一般 小木曉 盡法柳木曉 都是 普普通通 不算是很強勁的 精靈 是不是可以過去的 不是 這裡好像很多鬼在精靈 那裡 噢,再見了 你 哎呀 既然你剛好開到場 還開了這個旋風技 什麼銀色旋風 嘩,這招厲害 這招技是 當他睡覺的時候 這招技會整醒他 我們留一留吧 不要這招拍打 哦,原來是這樣用的 OK 那個什麼道具 加速度 加速度 我們給巨金怪 或者給這個 吃掉吧 免得沒什麼用 我又很少會去買 這些 很少賣出去 多數會擠到爆了 都不用 威斯 有些厲害的精靈 綠毛蟲 嗯,普普通通 這裡沒什麼特別 哎,怎麼了 好,他就說 看起來就是這裡 我都需要儘快這樣行動 OK 我們就穿越了這個森林 來到這個四號道路 嘩,這個四號道路 終於有些厲害一點的精靈 尤其是剛才沒有黑鳥 雖然是監獻鳥 但是我覺得 鳥類裡面 都是數一數二強的 威嚇重 OK 其實沒有黑鳥也有威嚇 遲些可能有機會捉一捉 但是今集時間就玩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再繼續這個Pokémon 銀幫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